好,來到第三節,我們正式講這個牛頓的第二定律 剛才提到的是一條式,F對於MA 一個大家耳熟能詳,關於牛頓力學的一個式 F是力,M就是這件物體本身擁有的質量 A就是加速度,就算這樣看的時候,你看到 有力就有加速度,反過來,如果這件物體 沒有在加速的時候,它所受到的力 應該就要是零,一旦它受到力,它就會被加速 講得準確一點,就是一旦受到力,它的速度就會被改變 由一個數變成另一個數 如果在一個特定的時間之內,這個速度由一個數變成另一個數 基本上就是一個加速的現象 我會說這個是一個基本的 牛頓第二定律的一個表達方式 其實如果可以講一個深一點,大家應該明白得到 更加有挑戰性的另一個版本的牛頓第二定律 我會講上面的這個 其實這一份資料我都在太空總署的網站 拿出來展示給大家看 它都會提到牛頓第二定律有另一個 這個好像看起來複雜一點,但其實我會說是更加廣義的一個版本 這個F等於有個D,有個DT,然後有個MV MV就是動量 是一個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裡是擁有一個微積分的符號 微積分的符號就是在這裡前面 D乘D,即是這個DDT這樣的東西 你用一個字就可以理解的是什麼意思? 它其實在說變化率的意思 這裡其實在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力原來是等於動量本身的變化率 這個是,再說一次,就是一個力 是等於動量隨著時間的變化率 這個也就是在說牛頓第二定律 一個更加精確,更加廣義的一個表達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其實太空總署會比我們更加關心這個問題 聽完後面的解釋,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F等於MV在處理的情況 就是一件既定特定的物體 它受到力的時候,它會最後怎樣加速 但是好了,我們陈世間看到的現象 很多時候,這件物體不是乖乖的 是這樣的一件 試想一下,如果是太空總署發射著一個火箭 那些火箭,你看過的影片 你知道的就是它飛著飛著飛著 又掉了一塊出來,飛著飛著 又掉了一塊出來 最後回到地球那塊 只剩下原先整塊裡面 前面的小小那麼多 即是說它是一個不停地 將一些東西扔出的過程 也也就是說它不停地 在流失質量的一個過程 即是說如果對於世界上有些現象 如果它的質量是不停地去變化的時候 那它又遵守著一個什麼物理學的定律呢 那好了,於是乎就帶給我們一個問題 就是在傳統的這一個這樣的 version 的牛敦第二定律裡面 似乎我們沒有辦法很準確地去幫我們去掌握 這些物體質量的變化 它可以幫我們掌握到 物體它本身速度的變化 就由這個加速度裡面去涵蓋了去 但是物體本身的質量變化會怎麼辦呢 一時間我們不知道 但是原來只需要做一個很輕易的數學推導的話 就是在這裡我就不寫它出來 但是就是說 數學家憑著它們一個數學的觸覺 就告訴我們 原來你只需要考慮這個物體的動量 考慮它動量隨時的變化 原來就發覺這個物體的動量之所以變化 因為它被施力 一件物體它這樣撞過來 我將它突然之間打走它 好像我們譬如打球 打羽毛球、打網球那種情況 那個羽毛球或者網球 它衝下你的球棒的時候 它基本上是以一個物理的狀態 以一個特定的動量去衝下去 正正就是因為你的球棒對它施力的時候 它就用另外一個的動量去逃走了 於是乎我就會說 這件物體去受到的力 正正就可以由這個動量隨時的變化去計算出來 它在越短的時間 所感受到的動量變化越大的時候 就代表著這件物體的受力也都會越大 而反過來 如果這個物體去改變它這個受力 是中間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的話 就代表著這個物體 它的受力反而會越少 舉一個實在一點的例子 其實在學物理的朋友 也會聽過這個例子 就是為什麼我們乘車會用安全帶呢 原來正正就是說 如果我們坐車的時候 萬一遇到交通意外 我們突然之間高速地奔馳 突然間撞到一些東西去停下 在沒有安全帶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知道整個人會繼續向前衝 整個人撞到玻璃 對身體造成很大的損害 但有安全帶的情況就是 它會幫我們用俗語說 好像幫我們射了一些力去 這個射力這個概念錯不完 因為它的確是很有效地 將我們在這個衝擊的時候 所感受到的受力大大降低 萬一去撞下一些很硬的東西的時候 因為這個動量的變化 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發生 因為硬的東西你撞下去 你觸碰的時間會是很短的 但是軟的東西 或者有一條安全帶 去幫你射力的時候 就是把你這個碰撞的時間拉長 同一個單位的動量 你用了長一點的時間 來承受這個改變的時候 最後原來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你就是承受一個相對小了很多的力 在這條式裏面 你可以看 這個墳墓大了 這個墳墓大了 出來的效果就是 你受到的力會是小了 一個這樣的意思 雖然大家就算不明白 和微積分的意思 你都大概可以把它看成為 分子分母的一個這樣的概念 大概你都可以明白這個意思 重複一次 就是牛頓第二定律 這條基本上可以幫我們解釋 就是為什麼我們濫穩安全帶 會相對安全一些 因為它拉長了我們 這個速度改變的時間 我們原本由時速100公里 到達變成時速0公里 中間可能原本不戴安全帶的時候 我只是容許我的車 或者我的車 只是容許我得0.02秒 去做這個速度的改變 但是濫穩安全帶 這件事可以拉長到0.2秒 甚至乎1秒的時候 我所受到的力 是可以以幾倍或者幾十倍 來去大大減低的 這就是牛頓第二定律 給我們出來一個 就是濫安全帶的合理解釋 還有一些什麼的情況呢 你可以說 如果一件物體 我去隨意地去施力 施一個單位的力 拿回F對於MA這條色 出來慢慢去欣賞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我施加一個單位的力 F等於1的話 然後這件物體本身 也是一個KG的話 根據這條色 1等於1乘1 最後A也等於1 單位應該怎樣去比呢 我們就要說 根據我們這些國際供應單位 A 我們喜歡就是一個 1米每平方秒的一個這樣的單位 然後 質量就是用這個 公斤的單位 所以最後出來力的單位 先拆一拆一些東西 你就可以預期 力的這個單位就是等於 KG乘上 用MS-2一個這樣的單位 這個就是力的一個單位 好像很複雜 所以那些人呢 不如將它這樣 改一改名 我就叫它做Newton 為什麼用Newton 因為是牛敦力學給出來的 所以我們喜歡 將一些很偉大的科學家人物 就用它的名字來做成為了這個單位 牛敦是力學的一個表表者 所以力這件東西 我們就用了Newton來做單位 一個Newton 就可以幫我將一個 一公斤質量的物件 去令到它擁有 一米每平方秒的一個這樣的加速度 去前進 那麼這些單位呢 就是由這個這樣開始 去被定義了出來的 那麼在這裏 很快地提起這個第三定律先 那麼第三定律相對 也是一個沒有什麼公式的定律 他只不過告訴我們 就是說 我對你私力多少 其實你都會對我私力多少 Action and Reaction For every action There is an equal and opposite reaction 即是說得比較天真一點一點 你被人一錘打下來 打下來臉 其實你的臉都是用一模一樣的力 來打到別人的拳頭那裡 在物理上大家沒有賺沒有賺 但是當然 你會發覺別人用一件 即是很不容易受傷的部分 來攻擊你一個很容易受傷的部分的時候 那當然痛苦的一定是你 但是在物理上的話 就是說 我對這件物件私多少力 其實那件物件也會對我私一模一樣的力 這個叫做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一個相對的一個概念 那麼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很多這些這樣的例子 拳頭打到臉上是其中一種例子 譬如說 兩個電荷互相排斥 亦都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甚至乎就是說 你去溜冰或者你去踩雪劇 你去到牆那裡 你用手來去推開你自己 又是另一種這樣的例子 其實於是乎就是說 有了這個概念 就比較容易幫我去理解 為什麼我去碰撞到牆的時候 我會被反彈 因為當我碰撞到牆的時候 牆會對我作用力 所以我會向相反方向去行進 反彈開 來到這裡 你可以想像一下 有了牛敦第一定律 它可以幫我們去理解 一件物體在真空沒有阻力的情況之下 它應該要是一個什麼的運動 牛敦第二定律它可以幫我掌握 就是這些物體去受力之後 它會以一個什麼數學形式去加速 甚至乎它對這件物體的動量改變有多少 而第三定律它專門針對 就是說它幫我去了解一些碰撞的情況 以及我人和人之間 物質和物質之間 究竟它怎樣互相撕力 究竟我去撞落這件事的時候 我最後會是感受到一個多大的力量呢 而這個多大的力量 根據第二定律 是怎樣去令到我 向另外一個方向去加速前進呢 那麼這些第一、第二、第三的定律 其實就是你會發覺 就是在這個物體行進、停止 甚至是被反彈、碰撞的時候 這些不同的場合 我們發覺就會牽涉到不同的 這些這樣的牛敦 一、二、三這樣的定律 在這裏 我就不會似得好像在一個普通課堂裏面 真的拿著一個數學題 跟大家去慢慢去計算 但是就是說 起碼大家有一個印象就是說 我們陳世間見到這些力學現象 它停、它動、它被碰撞去改變方向 基本上就是由這個第一、第二和第三定律 幫我去一步一步去解釋 那麼你說會不會有第四定律這些這樣的東西呢 我不會說真的沒有 不過就是說 其實在整套力學系統裏面 都有其他很重要的定律 只不過它沒有被排成為第四或者第五 譬如說這些動量手行的定律 甚至乎有時候 某一些情況可以出現的能量手行定律 那麼它可不可以都叫做一種力學的定律呢 我可以說它都算是 只不過在歷史裏面 我們沒有將它明明 或者更加重要的就是說 它是不是都是由牛敦自己一個人去順次序寫下來呢 那麼這些純粹是這個歷史文獻上的一個結果 那麼我們對牛敦力學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就是來到這裡先 那麼我們去到這個的第四節 我們要講一下其他不同形狀的一些物體運動 那麼我們去第四節回來再講 好不好 好